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那个是永生的3008 但我记得永生3008是活塞的那一根 但他上面好像写3008还是说我记错了啊 真不知道 反正就有个小套啊 这样子整正就特别吧 也不会很特别了 反正就一个小套咯 拿起来的时候整根笔反正就 当时好像是忘记买什么 然后送的反正就 当时是因为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就这么细的一个晶片在家中间的一个这样子黑色的环 还是说一个烤漆什么的 而且比较这种形状我比较喜欢有点小收 这样子最近比较喜欢这种形 不太喜欢直来直去那种设计感太强了 最近喜欢那种工艺感比较强的东西 另外小笔帽前端你看它是一个斜切 它不是一个平切的面 那不知道能不能看看得出啊 是一个平斜切的 那一拿起来不会有点不会冰 然后有点小 不算特别重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哦对对对 那就是这个尖了啊 这个尖反而很毒很毒啊 最近因为笔尖那对他就现在反而就是说 像常规什么那个比如说像百乐的那个capless那种 基本上我是不会做了 除非你们要求我做 那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做 不然正常我是不可能做了 那除非所以像这种他有个笔尖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那我就买一根 不然的话几乎不会 嗯 那这个一打开的时候 哎呦跟这个环啊 有点早期的笔吗 对吧都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先量一下这个尺寸啊 尺寸的话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个 哎呀放下放下看看 呃对的 那个14厘米左右反正就 啊不是13 14是无印 13.3的这样子一个长度 呃 拿起来的时候他的我这一根的话 反正他整根笔的平衡感还是比较好的 呃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尖你拿起来的时候 他这个笔握的长度跟这个笔杆的长度比例 我觉得非常完美 第一件事 第二个拿下他是慢慢的这样子收下去 那我拿起来很舒服 因为有些的话他这个很短 那我拿下我就整个手在捏在一起一样 那这个就不会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呃外观上面特别吗 呃特别的一个地方应该没多少了 我觉得那就这个颜色上面来讲 好像就这个颜色我印象中没有别的了 呃金的话反正这个应该都是那种PPT度鸡呢 就化学那种吗 包金我觉得应该不太会了吧 或者如果真的拿金的冲压金来做 我觉得像那种中古的六七十年代才有这个可能 那平常这样不太可能了 那这个反正就是那个 嗯 挤压式的那个上墨器 那我们就不废话不那么多 然后赶紧上下墨好吧 因为这根比外观上面能说的其实不多 上面这些反正都整个应该是塑料了 不会是那个金属了 我觉得因为这样了你们听 对吧 然后比较反正有点那个紧也是也是偏紧啊 好 那一个我们就这样子上下墨先 好的 那一个上墨速度还是很快的 然后就真的是有没有 如果有一根笔壳解决我这个就是说 如果上墨 然后这个东西不会弄到笔握了 这个问题又能解决 我这个钢饼我绝对会买 但是估计目前应该是没有了 因为我我自己是喜欢用摩蓝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的那一个我先书写一下吧 好吧 好的书写完以后这根笔呃 如果要我怎么形容他那个书写感觉 首先就这样子里面看 细肯定能细 粗也能粗啊 反规感非常的好 非常适合写中文的笔 我觉得写英文就不是很合适 这阻力感沙沙的感觉这种就是说 而且非常好控它这根笔 我一写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非常好控制 就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触摸的时候 你能看到它的触摸量不是特别稳定 唯独就这个问题 但是这种尖其实是我暂时来我最喜欢用的 像这种尖 呃比起那种大名尖 其实我更喜欢用这种尖 只是说这种尖真的比较少 像我自己喜欢用的那一根什么 就是爱成呃 那一个对在这里我找一找 像爱成的话这个我就我这算是我钱 勒用的签字笔 像这种尖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用的 那几乎的话它这时候算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尖了 那它有点那样这个传统很硬 不过压下去就特别软那种感觉 呃另外的话就比比杆上面握持它的它的维度 我觉得最好是什么 它的轻平衡感等等各方面协调真的是挺好的 拿起来的时候反正就是它整个很硬 就整体的综合的平衡感呃中综合感觉做的比较好 但是你说某一块针对来讲 它并不算那个特别出色 呃细的话会比无印的这个稍微细一点点 因为你知道0.0.5 0.7吗 对吧那这个就是很看个人 你看你真的需不需要看到说真的这么细 那纸张上面写就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如果是说呃对有什么讲错的麻烦给我纠正一下 呃或者想交流的可以叫微信对的 好下一集再见谢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